第一台Top10 在最後的這幾支片子 我都沒有想到 其中有一支竟然會跟我本人有關 不是那一支真的太精彩了 才PO上一兩天 昨天PO的 已經破6萬了 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據說今年最High的就是這個遊戲 我們趕快來試玩一下 我跟你講 我看到了有卡 好像是說你要抽卡以後 然後你就要剪出他的那支骨頭 他現在是在打鬍牙 他現在這樣 在睡覺 我們不要吵醒他 不要吵醒 裝睡得早就寫 來 你要抽一張 我先嗎 你先啊 敬老尊賢 你這樣說 進來 對 你好意思 來 第一張 三根白骨頭 快點 你看 這樣你就輸了對不對 大家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 忠於主播那麼的花容失色 難得的這個鏡頭 大家千萬要珍惜 你撞到頭了嗎 還是你冰著了 他剛才一邊撞到頭 一邊又冰著了這樣 忠一姐 你平常有練過是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當下因為翻桌 我發現翻桌的時候 我的第一瞬間只想著 桌子千萬不能翻 因為我的來賓還坐在旁邊 所以我就趕快另外一手 趕快拿來 你們在旁邊笑得太大聲了好嗎 所以因為真的太好笑 剛剛有聽到你們的笑聲 你知道嗎 而且我覺得 我應該是被他給整了吧 不是 那是那一天錄影 我們大家最期待的一件事 好吧 那是過年的特別節目 大年初四 其實我們從初一開始 就有特別節目了 大家都一定要鎖定 每天晚上六點 還是繼續陪伴你 而且我個人 就是你知道 獻出我人生第一次的花柔絲絲 尖叫 好 繼續再看 你說過年的時候 除了玩這種熱門的遊戲之外 一定要玩那個 十八道 十八道 或是雕牌 十八道的速音很快 我們不是在鼓勵大家 但我們要提醒大家的是 看到接下來這支影片 如果你沒有發 不知道對方 到航有多深 你千萬不要跟他玩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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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 十五個 十五個 十五個不夠 你看到沒有 他把那個十五顆加一柱 然後今天之後 主持人本來就講了 我需不需要去外面 拿個煙囪去 他的意思是 可能有煙囪 他還可以更厲害 然後他表演有二十四顆 分兩柱 分兩柱 開始我在想說這有作弊吧 我覺得他有出老千 那是我們因為不會 所以這麼說 可是你看 他就說他那個骰中 都是半透明的 所以他也沒什麼可以 而且他故意做做樣子說 我是真的甩的手非常酸 你看結果揭曉了 不可思議吧 太強了 不可思議吧 二十四顆 就這樣站得好好的 所以我們就說 如果真的要跟他玩 遇到他就GG了 真的GG 對 意思是game over了 好不好 就千萬不要跟這樣的人玩 而且你說 除了這個之外 很多人不是就會去求 就過年前 過年一定要去拜拜 好運氣 還有 好姻緣 對 你知道就是單身的 就一定要去拜月老廟 所以要拜姻緣月老 我們來看一下 好多觀眾看 剛剛寫的很有趣 他說這個SOP呢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遵照 拜月老是有程序的 而且呢 你一定要好好的拜 抱上自己的名號 好不好 然後最後呢 就紅線呢 要破了這個 然後我塞進去 順便看一下旁邊的名字 是意思是說 太正的把它擠開嗎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的 因為很可能就立刻靈驗了 而且我們今天的神回應 就在這裡 我們的網友多有天分 他的回應是 月老給的姻緣線 然後他也留了一張照片給我們 因為紫姻緣 非比姻緣 但是我們覺得 好有猜 所以我們會送給 神回應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T台小書包 希望你會喜歡囉 而且呢 我們剛剛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的工作人員就說了 原來辦公室還蠻多這個笑話 他說 你姻緣線掉了 姻緣線怎麼可以掉呢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聽到女生聲叫說 單身女生就很怕 不要說那是我的姻緣線 我顧得好好的 好不好 不過說到這個 綜藝姐 你知道那個 就是過年嘛 大家就會去日本 然後求那個御守 你應該很多人送你吧 就是懷孕平安啊 什麼之類的 對 但是求御守 其實不能亂求耶 真的喔 看一下 原來就是意思說 你福分不要全部都分太多的意思 而且神明就會 你知道就搞亂了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為了省錢也是一種考慮吧 是嗎 我覺得他說的蠻有道理的 寧可興趣 另外再來看萌翻了 第二名 這是一個小娃兒在玩雪板嗎 滑雪喔 太可愛了 我們可以再看一次嗎 它是從頭到尾 它有在滑對不對 有 它有在滑 而且它真的超淡靜 它為什麼平衡感那麼好 沒有 它在那邊 而且它後面大家注意聽 它後面還有 這樣子 超可愛的 媽媽一開始有用腳幫它定住 這樣子喔 可是它真的 滑得不錯耶 Yeah 這真的是神童耶 好厲害喔 媽媽注意腳趾力之後 它就為了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 你只要拍小孩的 我們都已經說了 它絕對是在網路上的 不敗天使 因為也有一個媽媽 然後她在Instagram上面 她分享了好多 她的毛寶貝 再加她的萌寶貝 這雙寶一出來 不得了 真的很可愛 而且你看 它可以拍那個小Baby 跟胖橘貓一起 然後它有很多張 雖然你看到它是靜態的 對不對 可是你看 Baby慢慢長大 然後這隻貓 就在旁邊 它是在煮飯嗎 就玩半家家酒有沒有 半嘎嘎酒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子 好可愛喔 然後你看 那個喵心人 那是哪招的睡姿啊 這個 對 我個人想到的是 不能這樣 好了 我們再看到 你看 就是因為這些照片 然後它在網路上的那個 關注的粉絲 就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只要說的 PO這些照片 按讚數 都是特別特別多的 好不好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你真的很想要在你的臉書上 就是也很多人關注你的話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你只要可以把寶寶拍得很可愛 通常就是讚很多的 好 另外大家看到了 說寶寶跟動物系列 這個 我就覺得有點讓我害怕 可是 好玩喔 寶寶 你真的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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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喔 好不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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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一次 你真的確定好笑嗎 你再看一次 有一點好笑 他是好奇寶寶 然後他就一直想說 這不會動 這是模型嗎 這是模型嗎 他就越湊越近 越湊越近 你再看下一秒鐘 都有 真的滿痛的 對 而且我覺得說真的 我覺得大人有時候 跟小孩子玩的時候 那個尺度 我身為一個就是 不要注意安全的媽媽 我會害怕 我覺得這樣是有點危險的 好不好 不要再這樣下去了 因為寶寶也會覺得 有點很恐怖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看 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很多新手爸媽 都很需要 就是 你要買嗎 考慮一下 好 來看 你看 現在我覺得當新手爸媽 即使你是新手 你都可以 不要那麼手忙腳 而且這爸爸你看 他刮一隻邊的時候 有沒有 他另外一隻手 他就可以滑手機 所以是餵奶神器就對了 是不是 對啊 一搭一小孩可以同時堅固 因為其實媽媽餵奶的時候 很麻煩 以前我們就想說 你一定要抱著小孩 然後最有那種慈母的感覺 我跟你講 完全是你個人心理作素 而且重點是寶寶 有時候還挑角度有沒有 就是你抱醬的時候 他就不喝 而且其實醫生會告訴你說 你最好是躺著餵 因為對你來說 你的手不會負荷那麼大 不會貓貓手 媽媽手 但是現在這個 有味奶神器就方便多了 但如果你可以靠你的雙手 這麼摸著摸著 小孩就被催眠了 那有多好呢 你看 這很神奇耶 天啊 這招一定要學起來啊 這在哪裡 這在以色列是不是 沒有... 法國 在法國 對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是個阿嬤 她就說她就一直不斷的這樣 輕撫她 是用指尖的力量 不是 她根本被催眠吧 你看她 對 我一開始也想說 她這樣子第一 這個小孩很不怕癢 可是真的滿舒服的 然後她就這樣子 真的一分鐘她睡著了耶 對啊 你看... 睡著了 睡著了 太神奇了 是不是爸媽必備呢 我個人覺得 這是今天值得按讚2 真的 太厲害的 神功 等一下回來 我們有更多野生現場 也謝謝小蘭 今天跟我們分享的這些影片 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 還在看 畫家 就是 說